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万人马 分路出发 分派已逼 物竹亲率二十万大军 往金陵扑去 一路上金兵烧杀掠夺 百姓叫苦连天 纷纷外出逃难 镇守金陵的宗泽 曾经二十四次上表 请求高宗重回汴京 号令四方 收复中原 无奈高宗是个昏君 哪里听得进去 此时宗泽闻听物竹重兵来犯 而岳飞又远在湖广 自知兵力不敌 急得救兵发作 口吐鲜血 三呼 过河杀贼 而往这时物竹兵至长江 下令寻找船只 伺机渡江 长江总兵杜冲 胆小如熟 他见金兵势大 心中恐惧 暗响 不如陷了长江 以图富贵 杜冲打定主意 就吩咐三军竖起降旗 自己架了小船来投物竹 物竹大喜 封他为长江王 杜冲记好说 臣的儿子杜吉官居金陵总兵 把守金陵的凤台门 带臣去叫开城门 请郎主进城 物竹就命杜冲为向导 率军往凤台门而去 宋高宗正在宫中与张美人饮酒作乐 忽见大臣们乱纷纷跑进宫来 叫道 皇上 大事不好 杜吉大开城门 放金兵进城了 高宗大京也顾不得别人 就同李刚 王渊等人 出了通缉门逃命去了 宫里妃子宫俄四处逃散 有生病和走不动的就上吊自尽了 城中百姓听说皇上逃走了 也扶老邪幼 争相奔出城去 一时间自相踩踏 死伤者不计其数 物竹领兵进了凤台门 杀进拼死抵抗的守军 竟直来到皇宫 走进殿中 只见一个美貌妇人 跪在地上说 臣妾拜见郎主 物竹问道 你是何人 美人回答说 臣妾是张帮昌之女 康王之妃 名叫何香 康王君臣七人已经逃出城去 郎主若早来一个时辰 就能拿住了 物竹仔细打量何香 见他娇艳如花 眉目传情 不觉动了心 哈密赤在旁劝道 这妇人与康王夫妻一场 却无半点恩义 留他终是祸患 物竹猛然醒悟 大喝一声 轮府将何香砍为两断 物竹命巾将把守金灵 令杜冲在前引路 亲自率军追赶高宗 高宗君臣逃出金灵后 一路上你掺我服 十分狼狈 李刚劝道 皇上穿龙袍招人耳目 不如换件长服吧 就向百姓讨来一件衣服 高宗无奈 只好穿在身上 行了一昼夜 逃到海岩县 县主陆金听说 皇上到了 联盟出城 把高宗君臣接进公堂 众人坐下后 王渊问道 皇上要去临安 不知还有多少路程 陆金说 临安虽离此不远 但路上多少有金兵阻拦 不如在此等待援兵 王渊担心的说 你这个小地方 怎么守得住 陆金说 昔日凉山颇好汉 胡炎卓 隐居在此 皇上可召来保驾 高宗便传之去请 不一会儿 胡炎卓来到县堂 只见他全身披挂 两宗如霜 步履稳健 虽然年过七十 却威风不减当年 胡炎卓见过高宗 高宗说起一路上受的苦 不觉流下泪来 胡炎卓劝道 皇上不要烦恼 老臣一定尽力保护圣下 这时守军来报 说金兵已到城下 高宗大惊 胡炎卓道 请皇上登城观看 臣若胜了 皇上就在这里等援兵到来 臣若不胜 皇上就立即出城 往临安去吧 高宗应允了 便同众臣一起上城观看 只听杜冲在城下高叫 城内人等听着 四太子有令 快把昏君献出 不然打破城池 杀你个鸡犬不留 话音未落 城门打开 胡炎卓拍马冲出 大喝一声 你是何人 敢逼皇上 杜冲道 我乃新家风的长江王 你是何人 胡炎卓怒道 你就是献长江的奸贼吗 不要走 吃我一边 说着刷的一边 望杜冲头上打去 杜冲举刀架住 胡炎卓又一边拉腰打来 杜冲躲任不及 翻身落马 胡炎卓补上一边 结果了他的性命 金兵见了 转身向后奔逃 败兵跑到雾竹面前 报道 长江王追到城下 被一员 宋将打死了 雾竹其道 有这等事 就亲自带兵赶到城下 他看见对面 一员老将 鹤发童颜 威风凛凛 便说道 请老将军留下姓名 胡炎卓道 我乃是梁山坡 五虎上将胡炎卓 雾竹一听 就劝他说 素闻老将军一声忠勇 可惜反被奸臣陷害 不如归顺某家 安享富贵 岂不美哉 胡炎卓大怒道 我当年随宋公明征伐大辽 边下不知打死多少上将 岂能做你帆帮的奴才 局边向雾竹面门打去 雾竹局府驾驻 两人大战五十余和 胡炎卓终究年老 气力不支 回马败走 雾竹纵马 再后追赶 胡炎卓跑马上了吊桥 不料这吊桥年身日久 木头朽烂 马的前提忽然陷下去 把胡炎卓掀翻在地 雾竹赶上前 将他一抚砍死 城上君臣看见 慌忙上马出城 由县主路金引路 沿着海棠逃走 雾竹见了 也带领人马一路追来 高宗一口气跑出十来里路 回头看见雾竹追兵将近 吓得魂飞魄散 忽然迎焰台 驶来一只海船 陆金认得船家 大叫 快来救驾 船家听见了 就转棚 使道进前靠岸 军臣们急忙气马上船 船家撑高离岸 刚滑出不远 雾竹便领兵赶到 连寒 船家快快靠岸 重金赏你 船家也不理他 挂起风帆 远远驶去了 雾竹懊恼的说 眼见捉住康王 却让他跑了 哈密赤献祭道 狼主莫急 他们定是去湖南投奔岳飞 我们也往那边追赶 雾竹觉得有理 便带兵继续追去 行了一段路 看见三个渔翁 坐在前堂江畔钓鱼 雾竹来到近前 问他们可曾见到高宗君臣 三人回答说 方才有七八个人 从这里过去了 雾竹喜道 快引我们去追 拿住他们 重重有赏 原来 这三个渔翁是当地的朱县主 带人假扮的 他暗想 带我哄他们沿江而走 等朝迅来时 淹死这些奴才 当下引着金兵 沿着前堂江边追去 正走着 忽然朝头涌起 巨浪滔天 如山崩地裂一般 雾竹吓得魂飞天外 连忙拍马奔到高处 潮水涌来 雾竹前队的几万人马 连同三个渔翁 都被浪潮卷去 葬身江底 雾竹见状大怒道 勿中这渔翁奸计 折了我许多人马 他骂了一阵 垂头丧气的整顿人马 继续追赶 且说高宗君臣八人 进了戒牌关 行了半日 经过一座庄子 这庄子是奸臣张邦昌所见 他当年假传圣旨陷害岳飞 被罢官后便一直隐居在此 高宗过惯了宫中舒适的生活 哪里受得了赶路的辛苦 走到这里 忍不住叫道 朕宁愿叫金人抓住 也不想再走了 李刚劝道 皇上如果落入金人之手 必然受到百般凌辱 只怕会生不如死 高宗听了 这才强打精神 继续赶路 下好门前的庄丁 听到了这番谈话 进去报纸主人张邦昌说 刚才路过的几个人 好像是宋朝君臣 张邦昌一听 连忙上马追赶 他远远看见高宗君臣 高叫 皇上慢行 微臣特来保驾 张邦昌来到进前 翻身下马 跪在地上说 前方多有金兵 请皇上到臣家赞毙 李刚正要开口反对 高宗却答应道 写道张爱卿家 再做记忆 张邦昌就请高宗上马 领着众人来到家中 进到大厅上吩咐家人 白酒款待 天黑以后 张邦昌送高宗君臣 到书房安歇 高宗问 倾家可知 岳飞陷在何处 张邦昌道 岳飞屯兵缠州 代臣去召他来保驾 说着告辞出来 张邦昌嘴上这么说 私下去叫家人 前后把守书房 自已骑上快马 连夜到金营 向詹喊报信去了 张邦昌的原配 夫人蒋氏 平日里修行好善 听说张邦昌晚 拘留天子去报金人来捉 不禁吃了一惊 暗想 不顾君臣大义 岂不灭绝天伦 夜里二更时分 蒋氏悄悄来到书房 轻轻叩门 叫声 快些起来逃命 君臣听见 连忙开门询问 蒋氏说 谢乃醉臣之妻蒋氏 我夫已去报詹喊来拿你们 高宗一听 吓得浑身发抖 忙求蒋氏搭救 蒋氏说 前后门都有人看守 院中都是高墙 只有花园墙烧低 可以爬出去 君臣只得跟着蒋氏 来到花园 攀植一树 爬出墙去 跌跌撞撞上路逃走了 蒋氏料定张邦昌 不会饶他 就解下一袋 再一棵大树上吊死了 再说张邦昌来到金营 抱之詹喊 詹喊随即领兵三千 连夜赶到他家里 坐在大厅里叫道 快把康王押来 张邦昌领家人来到书房 却见房门大开 高宗群臣已经没了踪影 他大吃一惊 慌忙四处寻找 张邦昌一直寻到后花园 发现墙头爬倒 扭头一看 又见蒋氏悬挂在树上 气得咬牙切齿地骂道 原来是这件人坏了我的大事 张邦昌当即拔出佩刀 割蒋氏的人头 来向詹喊禀报 陈七放走了康王 特县头来请罪 詹喊道 他们定然跑出不远 你可在前引路追赶 你既然归顺大金 日后就跟随我 也不必再要这个庄子 命人抄了张邦昌的家 又一把火烧了房子 张邦昌好生懊悔 但也无可奈何 只好跟了詹喊前去 再说高宗君臣走了半夜 刚刚上了大路 迎面遇到王夺 带领随从骑马走过来 原来王夺被罢官后 也在这里隐居 此时他正要去见张邦昌 商议归金之事 王夺一见高宗君臣 装成吃惊的样子 下马跪奏道 皇上为何到此 李刚便将金灵失陷之事 说了一遍 王夺热情的说 臣家就在前面 请皇上去用些酒饭 带臣准备车马 送皇上去见岳飞 高宗允奏 同仲臣一起赶往王夺家中 刚走进院子里 王夺便喝叫仲家将 把高宗君臣一起绑了 拘禁在后园中 王夺吩咐家人 看好高宗 自己飞身上马 去向詹喊报信 王夺走后 他的儿子王孝儒 听说父亲 要把高宗献与金人 不禁吃了一惊 暗想 这岂是仁臣所为 慌忙赶到后园 贺散家人 放了高宗君臣 领他们巡路逃走 行不多时 王孝儒想起父亲做出这种事 自己也没脸见人 便大叫一声 皇上 恕罪臣之子 不能远松了 纵身跳下山间 投水而死 君臣叹息了一番 急急往前逃奔 再说王夺一路上 迎着张帮昌 引见了詹喊 报知 康王已被臣绑附在后园 专等郎主捉拿 詹喊大喜 领兵来到王夺家中 不料王夺家人 并报道 公子放了康王 一同逃走了 詹喊大怒 吩咐手下 抄了王夺家产 又放起火来 命王夺与张帮昌 同坐向导 一起去追高宗 王夺暗恨 早知詹喊这般狠毒 何苦要做奸臣 却说王孝儒身边 有个家将 名叫王德寿 听说小主人 领高宗一同逃走 想要跟随王孝儒 便在后面追赶 王夺远远望见王德寿 便对詹喊说 前面这人是我的家将 他熟悉本地道路 可以叫他坐向导 众人拍马 追了上去 詹喊叫住王德寿 命他在前面引路 王德寿暗想 公子舍命放走皇上 我怎能再带人去追赶 不如领他们爬山过岭 担个功夫 好让皇上逃走 他打定主意 便领着金兵 往高山上爬去 爬到半山腰 王德寿抬头观看 却发现上面 恰好有七八个有在爬山 王德寿叫声 弄假成真 我成了罪人了 把身子一滚落下山去 跌成肉酱 下面的金兵 见上面果然有人 就狠命向上爬去 高宗向下一看 见山下有无数金兵爬上来 不禁仰天常叹道 这次绝难逃脱了 欲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争夺牛头山